好 近美国联邦调查局跟国税局探员大力扫荡南加州地区 这37家华人月子中心没收了多位中国孕妇的护照之后 调查局官员最近还传唤了这些孕妇 希望他们转当证人 那么南加州资深的刑事律师徐志明就认为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看一家家收费上万美元起跳的月子中心 大张旗鼓地号召中国大陆民众来美旅游兼身子 情况有多严重 根据联邦调查局搜索令 光去年一整年就有一万多名的中国妇女 涉嫌签证欺诈 规模是历年来最大 因此有必要展开调查 他们为什么要去找孕妇去谈 因为孕妇是最不会撒谎的一个 因为他们没有必要撒谎 因为他们要是没有在针对他 他们最多吓吓他 说你这个有可能会有问题 那我要你讲出来真实情况 那他们讲出来以后 就很容易就可以证明说 到底是谁在指使 谁在教 所有的这个运作的这个流程是什么 强调孕妇最清楚 整起事件流程是最好的人正外 律师许志明认为 详细汇整多方情报 排出整条跨国签证诈骗的流程 则是这起行动的主要目标 虽然整个搜证过程没有进行逮捕 不过许志明律师也警告 这代表调查局下一步的行动规模 可能会更大 他们的动作都是说 我先搞清楚的时候再一次全部抓 那他们的他们的 呃 做法是要是他们抓的人 通常定罪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意思是说他们几乎是百分之百的 肯定的时候他们才会抓人 那在他们还不清楚的时候 就算是怀疑的很 很大的怀疑 他们也不会动手 提醒悦子中心业者与孕妇 不要存有侥幸的心态 徐志明律师强调 不只因为触犯联邦法 罚禁高 刑则重 罪犯很少能获得减刑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 美国是法治国家 人人都要守法 东西文用之李中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发行为 宝宝 在洛杉矶上